信心与圣灵有什么关系 刚才我已经讲过 我之前也讲过 信心产生 外在是借着福音的宣讲 所以要听到 没有道 没有神的话语应许 我们就没有产生信心的外在条件 内在是圣灵的隐秘的作为 重生我们 光照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 确信到 接受到 然后重生我们 使我们产生真实的信心 圣灵是有效因 工具因是外在真理的道 所以你要想让你教会的信徒 有信心吗 照着正常去 合乎圣经的去教导 也为他祷告 祈求圣灵在他里面做工 至于圣灵怎么做 那是圣灵的事情 你要想自己信心成长 竭力追求认识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好告当中也是 多多默想神的话 圣灵在浇灌我们 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 对神的话产生信心 这就是信心 没有一个信心是脱离神的话 从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接圣灵 接着神的道 在我们里面生发的信心 请不吝点赞 转发芽